大家好 这一段时间有很多地方 气温都低于5度以下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都建议大家把这个兰花 搬到室内来养护 让它的温度高一点 能让它正常的生长 那么这段时间 给它浇水也是起着非常关键的重点 尤其是天气低于5度的一些地区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所处的地方 低于5度的话 我们给兰花浇水 尽可能是选择在早上10点钟之后 然后到下午5点钟之前 这段时间温度比较高一点 我们给兰花浇水 不容易造成兰花的根系受冻害 而且我们给兰花浇水的时候 这个水这个温度不能太低 如果太低的话 就会冻到兰花的根系 我们最好先把这个水倒出来 然后把它放到以兰花同一环境下 静止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再给兰花浇水 我们给它浇水的同时 最好推上一点兰科中用油气原液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因为这种有机养液 它的肥效比较温和 它里面主要含的是一些 有益微生物 那么在这种有益微生物的作用下 可以快速分解土壤中的有机制 给它补充养分的同时 又不担心烧根 我们每次给它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浇透 这样浇水的话 就不担心兰花的根系受冻害 我们给兰花浇完水之后 大家一定要记得 把它放到通风一点的地方 能让它快速的蒸发 植料中的水分 不要给它产生积水 好了 这就是这段时间 我们给兰花浇水 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气温低于5度的这些地区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提供 下期待